帖撒罗尼加后书告诉我们 他说主再来之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情 并且由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就一切受人的敬拜的 甚至于自己坐在神的殿中 称自己为神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只是让我们提醒我们 将来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 将会有一位 敌基督他要成为世界的控制者 他要成为整个人类的 所崇拜的一位 而且他要妄称自己是神 弟兄姐妹 这些是要提醒我们 主耶稣再来之后 要发生的事情 不单主耶稣提到 假基督的迷惑 更是要我们 提醒我们 要看国际的 这一些的句式 主说你们要听到 打仗和打仗的声音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在过去这六十年之久 全世界 差不多有一亿的人口 一亿的人 是死在征战里面 我们更是知道 民打民 国打国 我们非洲 我们看到 Rawanda Kenya 土耳其 这些地方都有 民主跟民主的征战 而且屠杀 在 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更是 即面临了一个 全世界性的一个征战 那就是恐怖分子 所对给我们的一个挑战 世界有平安吗 教育 政治 都不能够给我们 这些属灵上的问题 的解决 我们只有 等候 那和平之君 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主耶稣不单提醒我们 有假基督的迷惑 有国际的巨事 主要更是 提醒我们 有自然界的现象 他说你们 到处 多处 必有饥荒 和地震 自然的借害 也指向 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那个方向 世界年鉴 里面有个报告 他说 1800年到1900年 全世界只有六次 可以测度的地震 1900年到1950年 这50年里面 他就有了12次的地震 而且那 后来的那20年的地震的次序 就加增一倍 在1976年 那一年 世界上有50次的地震 有 这50次的地震 是在6.5级的地震里面 而且还有18次 是超于7级的地震 那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台湾的921地震 中国的台山 唐山地震 这次的 文州 的地震 上个礼拜四 冰岛 6.2级的地震 我们也知道 资历 这几年的火山爆发 这些都是自然性的现象 这些都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 来的时候尽了 而且 饥荒 很多的时候 是因为天灾 甚至于也因为战争 更是 在这一个 农产丰富的世界里面 在这个时代里面 实际我们所产的农业 食物是远够于 我们整个世界所用的 人口所用的 但是却因为人的 私心 政治的原因 而且很多的人 在饥饿 很多的人 阴阳不足 这些 而且是越来越多 的事情发生 我们在 不单 这个自然的现象 更是 让我们看见 社会的现象 不道德的事情 不法的事情 就越来越多 我们打开新闻 我们看到 不要转别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凤凰尘海了 几乎每一天 都有这些的 罪恶 枪杀 强暴 还有一些 不法的事情 任意忘形 自高自大 有敬虔的外表 却 背了敬虔的 实意 这些不单是 影响到整个的 社会里面 更影响我们 每一位的基督徒 因为这些 不法的事情 越来越多 今天你我 在神的面前 对神的爱心 对人的爱心 我们都打折扣 主耶稣说 你们要看 你们要差异 这些事 都是要指向 我再来的时候进了 主耶稣说 你们可以 从五花果树上 找学一个比方 当我们看到 树发论 结业的时候 我们知道 夏天到了 主说 当你们观察 这些事情之后 你们也要知道 我进了 主只提醒我们 他说你们要谨慎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 警醒等候 警醒在神的面前 我查了一下 心愿里面 对关于 谨慎的经文 在这里有几个 我要特别提到的 就是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们要谨慎 不要被不合理的 学问 所掳去 你们要谨慎 不要贪食醉酒 你们要谨慎 要逼此地饶恕 你们要谨慎 要做传道的功夫 哥罗西书四章 哥罗西书二章八节 他说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网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着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了 我们要谨慎 主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在正道的根基上 我们在这世上 很多的人 并不相信 圣经就是一切的真理 圣经就是真理的所在 甚至于 很多的人 坐在教会里面的人 他们不相信 圣经是无物的 他们不相信 圣经是所有真理 都所在 神 对神 认识神的真理都所在 門关系 在神 语言 神 雅